它是要procurement的 那主要是组织的程式 有organization的组织程式 还有组档的资料 它一样会有组档的资料 那我们扣除线跟消耗线的物料 来建议一定要一张抢购单 就是说你扣存的东西 会已经消耗的物料 这个单元主要是这样 那你我们要把一张请购单 转换成叫采购单 这个是要做的 那请购买单跟采购单什么差别 什么差别 你要买什么东西是要先请购 对不对 合准以后再来采购 这是请购单 所以请购单的workflow 是从购单里面来的 那从收货到过账到未先制的用途 这些还有品质 浅验库存等等 这个都算是 那各位同学你们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要输入一张库存的 移转的过账单呢 我们可以输入一张 供应商的这个花票 然后把这个花票的一张手动 开给供应商的对外付款过账 然后但是被使用以采购的报表 分析工具 那这个组织中心里面呢 我们当那个里面如果考ERP的考试 它都会考你 在这边 感谢观看